大家好,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岑奕霖 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今天的風勢都比較大 至於天色方面 由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有一道雲大正是覆蓋南海北部 和廣東沿岸地區 但雲層不算太厚實 所以在下午游為廣網出去 我們都見到短暫的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香港普遍地方的最高氣溫 都有28度至29度左右 而我們預期受到季後風和降雨的影響 明天華南沿岸的天氣就會變得少涼了 所以今晚去到明天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有幾陣罩雨 明天雨勢會有時頻密 天氣少涼 氣溫介乎22至26度 風方面是吹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會吹強風 至於之後幾天的天氣 由DLU波圖我們可以看到 因此位於南海中部的一個低壓區 會移向海南一帶 而和它相關的雨區 就會在本周中期影響廣東沿岸 到時我們的雨就會比較多 所以展望方面我們預期 之後的一兩天風勢會比較大 以及會有雨 雨勢會有時較頻密 大家就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多謝大家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再見 再見 各位